新竹市连续三天零确诊之后 今天新增了一例确诊个案 这名三十多岁的女性在竹科上班 市长林之间坦言 这名女子在确诊之前足迹蛮广的 有过新北市还有宜兰县活动市 六月足迹遍布新竹市金山街 还有关心路一带 目前感染源仍然不明 而企业也启动了全面快筛 604人索性全数都是阴性 市府目前也匡列了 她的同事家人 总共13位接触者居家隔离 目前PCR一采11人都是阴性 还有两个人等待裁检结果 那么新竹市有一例确诊的个案 那这个个案的案号是14925 新竹市在连续三天零确诊后 一号再新增一例确诊个案 这名确诊者是一名三十多岁的女性 是竹科的从业人员 而她目前感染源不明 让市长林之间很担心 坦言她足迹蛮多的 她并没有配合政府 这一个在防疫上的各项规定 只要没有上班 她就离开本市 很多的活动是大部分在新北 有一个半天在宜兰 证明确诊者足迹众多休假时 常往新北朋友家跑 也曾回宜兰老家 银行转运站以及便利商店都有她的身影 而她六月的足迹更是遍布新竹市金山街 关心路一带包括大型卖场 公庙药局足迹多达整整三页 六月二十九 她这个确诊个案表示 她出现了胸闷的状况 她有去医院就医了 当然她就PCR确诊 证明确诊者服务的公司 从上个月三十号到这个月一号 已经启动全面快筛 目前六百零四人全数阴性 市府也已经匡列同事家人 总共十三位接触者居家隔离 目前PCR一采十一人均为阴性 还有两个人在等待裁检结果 市长林志坚也呼吁民众 三级警戒期间 先将对家人朋友的思念放心上 非必要请不要跨县市移动 避免增加染疫的风险 记得新竹宜兰综合报道